哈囉大家好,我是Mike 我們今天是老司機特輯 我們要來看一下什麼是營業車 小黃 換學你覺得這台車 目前你看出什麼蛛絲馬跡嗎? 我已經跟你講答案是小黃了 很明顯它應該就是整車烤過漆這樣 烤過漆 欸,等一下,這邊已經有了 這邊已經有黃漆了 露餡了,露餡了 那為什麼會有這個黃漆? 你覺得 烤漆品質有關係吧 不是,它沒有要演 就是它不是要把黃漆都磨掉 改回來原來顏色 這就是改回來原來顏色 這一條B柱 你看這個B柱就知道它原來是什麼顏色 除非它像我們Lasers一樣去做很徹底的烤漆 但是一般不會,一般只要做過營業車 不會花這麼多錢去烤漆 所以說它這個是怎麼樣 就是不演,它沒有打算要演 買家跟賣家都知道這是營業車 雙方合議 你們價錢都很好 這樣子交易就沒問題 那所以說它這邊可能會有露出來 就是你自己覺得不好看 就自己拿點漆筆,點一點 把它點掉就可以 這是第一個我們看到的缺陷 外面如果說它很刻意很刻意 要把它洗底 這個其實可以當作有點刻意喔 因為你看這個座椅 你稍微拍一下裡面座椅的氛圍 方向盤 然後座椅裡面整個氛圍 全部都翻新過的 全部都是新的,皮椅也是新的 腳踏墊也是新的 方向盤也是新的 你就比較不會覺得說是有營業車的疑慮 可是其實對我們從事汽車行業來講 這個才是一個有疑慮的地方 為什麼要全部換新的 你要開始想是泡水還是說營業車 還是說它只是單純 原本車就弄得臭臭髒髒的 它去翻新 因為現在市面上翻新的店很多 皮椅翻新啊,內裝清洗啊 這個都很多 這個要做都不難 價錢也不會太高說真的 那像這邊它有一個也沒有眼 拍下縫隙 感覺還沒看到什麼對不對 這樣光一照 好像 就看到黃漆了 所以說這台車就是不眼了 它沒有要掩飾這些東西 就可以看到它那個黃漆的飛漆 然後再幫大家科普一下 你像這個前後寶感 它前後寶感也有擦傷 可是就不會看到黃漆 因為通常計程車的前後寶 後照鏡 它不會烤成黃色 它是可以不用烤成黃色 那以計程車來講 它只要你規定可以不用烤的地方 它就不會烤 除非有些 我如果開小黃我就會全車烤 因為我覺得這樣子才好看 可是他們 小黃是以營業營利為主 他們就會想說能省就省 烤機烤最便宜的 前寶後寶能不烤 我們就不要烤 不用多花錢嘛 可是在我來講 我如果開小黃一定是全車都要黃 那個一體性比較好看 再來你還會看哪邊 你有看過這些節目嗎 其實有類似的 我看他們會把這種門邊的焦條翻開看一下 那我們來看一下 這算吧 沒有 這是頂篷 頂篷的顏色 我跟你講為什麼你知道 它當初改黃色 它不會改到這邊 它不可能改到這邊 因為我剛講嘛 它前後寶都已經不烤了 它怎麼可能花錢烤這邊 烤這邊比前後寶還貴 所以它們一定是怎樣 貼紙貼這邊 有痕跡 一個過度的痕跡對不對 對對對 它當初烤黃就是貼一個 然後把外面烤黃 關上門就看不出來 那它烤回灰色的時候 它那個貼紙要貼更深 貼更深去蓋那個黃嘛 所以說它這個現在已經蠻深的 你越烤越多次會越貼越深 越貼越深到這邊 是這樣子看的 然後還有一個地方 之前如果看過一些類似的節目也知道 兒童安全鎖 這個一定是廢掉的 這個不會讓你有機會 把客人鎖在車上 它原本正常的話是怎麼樣 有一個東西可以撥 這個一定是廢掉的 你只要當計程車兒童安全鎖 一定會廢掉 這個小地方就可以看 有好像黃漆 這邊有黃嗎 因為這台車沒有在演啊 這台車沒有在演 現在看起來好像60分嘛 對差不多 隨便順走一看就有嘛 對對對 可是你遠看不會覺得說 太突兀的狀況 那70分、80分、90分 甚至做到100分 100分 也是可以啦 只是說沒有人會做到100分 因為你車牌一查 就查出來你前身做過小黃 所以也沒有必要 盡量做到八、九、十分 只是說下一手開車開起來的感受 會比較好 那像我自己是覺得 我三年前有去看過一台WISH的小黃 它賣9萬塊 那個時候的WISH還要二、三十萬一台 那我去看那個車況我就沒有買 為什麼我沒買 不是因為它是小黃 因為它皮已破 方向盤也破 門皮什麼 使用都非常過度 你這個車九萬塊買回來 我要再花十萬、二十萬 去翻新那些東西 所以說 我買回來我會覺得不好算 買一台車我們要的觀念是 它是不是小黃 沒那麼重要 就像這台車它是小黃 它這些修邊幅的東西 我再幫它加強一點 你其實根本看不出來 而且皮椅、方向盤這些 全部都換過了 那這樣的車我就會想買 這是剛買這台計程車的車主 他來我們這邊翻新 那順便拍這一集給大家看 所以它的觀念也跟我一樣 東西弄好了 車都可以買 那如果說它當過小黃 價錢又更低 那更好 你可以接受別人不能接受的話 那你就賺到這個價差 再一個東西我們來看 後照鏡你知道嗎 它是會計程車會裝那個跳錶的那個 空車啊 它會打洞啊 這邊就摸到兩個洞 它鑽口還有那個穴 這邊一摸就知道了 這邊有兩個洞 這個很簡單 那我剛剛講嘛 60分、70分、80分 它要怎麼變90分 你這個後照鏡可不可以換一個新的 可以嗎 可是有沒有必要 就是說 現在人也很聰明啊 我要騙你 我要花那麼多心力 結果你上網 花兩塊錢就可以查到 它是不是 以前當過計程車 那就沒有騙的必要 那這個兩個洞 對下一個車主來說有沒有差 開起來是沒有差 所以它是一個正常用車的話 是沒有差 所以坦白是最好的一個方式 然後 這邊會有一個跳錶嗎 對 你看它這邊也是怪怪的 這邊有一個 這邊有個軟膠墊封起來 就是說這邊應該原本差錶的 它有化開啦 那化開就破壞掉 很醜嘛 最好的方式就是說 我們去換一個新的零配件 就換上去 可是省錢 基本上就不會 就是能修補就修補 然後我們看到這邊 這邊也是名秘帽 殘焦 對對對 就是說建車司機會很喜歡放一些 擴展的空間 放那個 以前放什麼回溯票 放筆啊 放收據啊 放一些有的沒的 他們會很多這種空間 所以他們會加裝很多置物空間 那就會亂黏啊 到處亂黏 那這個一樣啊 就是說 你也可以把整個 車內的車式板件去換掉 整個氛圍就會上升 那你如果不換 那就是享受什麼 享受這個插架 人家不整理一定會比較便宜給你 然後像你看 這個後面 後座你說 計程車使用度很高 換皮 整車換皮 我們12000 把它全部換完 整體感受就不一樣 好那像這台車在我們這邊做什麼 做內裝拆洗8000 然後座椅全部換皮 12000 再來還有什麼 腳踏墊 腳踏墊就是 Camry以前是那個長矛的腳踏墊 會很多灰塵 跟長褋納垢 也不要洗了 直接換海馬墊 這個一套腳踏墊 500塊 那我們店家拿 380 就用錢不要省 你還花時間在那邊洗幹嘛 直接換這種腳踏墊 所以整車氛圍 就已經到一個 我覺得這個有 大概80分的水平 就是你自己當代步車 在家人在朋友 搬誰還不錯 黑黑素素的 外觀也是安全牌 鐵灰色 這樣子感覺起來 就不太會有人去笑你說 買一個計程車啊幹嘛的 這個是幾個 帶大家看計程車的一個方式 我們晚點到電腦前面 會教你看怎麼查 它是不是以前是計程車 你只要輸入它的車牌號碼 那我們就可以查到它的前身 當過租賃車 當過計程車 還是說 AB車 AB車查不出來 AB車用汗的 那個要看汗點 那我們今天這個計程車 稍微的介紹就到這邊 這幾個點就差不多了啦 現在很少人會演到那麼深的原因 是因為 你在怎麼演 你在怎麼演示 你花那麼多錢去演示這些東西 它的紀錄 你在網路上 花兩塊錢就查到了 所以說現在的人大概就是做 60分70分80分 大概就到頂 就不會再往上 因為剛剛我們講 那兩個洞 或是說這個東西 要去復原 意義性不大 因為這比較 沒那麼實用的東西 一般在做60分到80分的 復原水平 就是以舒適性為主 就像我們講的 地墊方向盤 方向盤剛剛沒講 方向盤做3500 地墊500塊 皮椅12000 那整個舒適性就回來 今天 老司機的講解就到這邊 我們下次再見 下次還有像是什麼 泡水車 事故車 也會帶大家看一下 我們裡面有一台 疑似泡水車 我們就再 帶大家看一下 什麼細節 你要注重的細節在哪邊 重點是前後的邏輯跟原因 可不可以買 都可以買 你有辦法百分之百還原 一定都可以買 只是說 沒有人會百分之百還原 好 今天就先到這邊 我是麥克 下次見 掰掰 你要掰掰啊 喔 掰掰掰掰 我以為我不用講 糗啦 剛剛說花兩元就能查 現在因為個資法改掉了 不過請不要心存僥倖 因為一定讀查的到優 揪咪 Prokey 台灣唯一優力交衬套專業避震器 同穿版圖 精致烤漆 專業版金 大靠